這是美國的衛生部長 看著過往的舊照片 葉金川眼中閃爍著回憶 作為台灣首位 參與WHA的衛生署長 詳細當年一句感慨 睽違38年得哀不易 那個稿都還外交部 國安會他們都看過說 這樣子是適合的 是適當的 1972年中華民國退出聯合國 會員國身分便遭中國取代 到重返WHA之前 曾12次以觀察員身分 申請參與WHA接連失敗 直到2009年在九二共識 一個中國且一年一次會的條件下 以觀察員身分重返 我們的首長參加 然後英文名字叫minister 那這個真的很久 這個後來他們也讓步 來回斡旋爭取台灣能見度 同時確保主權 就連英文名稱一次之差 都得再三延商 但這步路還是得踏出去 讓世界看見台灣 那個會場上 所有國家都稱你台灣 可以跟美國 歐盟 日本 加拿大 重要的國家個別會談 原先眾人還在憂心 隨著政權交接 今年的邀請函是否會來 還好終於在報名截止日 前三天5月6號終於收到 但上頭附註的四個大字 一個中國恐怕讓四點裡 沒有九二共識的鷹派政府 陷入天人交戰 蔡英文以後不接受九二共識 也就不接受兩岸同屬一中的話 那麼下一次可能就不會再有邀請 如果放棄就是等一次以後 全部就是跟世界 世界組織大概就隔離了 千人點滴得來不易 38年的艱辛 WHA才得以重返 是要穿著小鞋 忍痛踏上世界的舞台 還是繼續模糊九二共識 也讓蔡英文陷入兩難 謝謝徐爽 張宣 台北報導